主料,柠檬皮一颗,小蕾藕两节,苹果醋半杯,糖水半杯,白开水一杯半,大蒜两半,准备材料当然有蕾藕,切片,自制糖水,我用的是红糖与白开水一比一的份量,把水烧开,倒入红糖,煮至糖融化了即可,可用白糖代替,柠檬削皮,切碎或切丝,削皮得注意,尽量避免白色的白色。 部分,过多会带有苦分外,先调好味道,苹果醋,糖水和白开水分量,为一比一比三,大蒜切一半再加入,倒入蕾藕,柠檬皮再搅拌,确保水烟过蕾藕即可,放入冰箱冷冻半个小时,吃一个小时就可以品尝了,吃的时候搭配柠檬皮会更香哦,烹饪技巧,大蒜主要是把苹果醋那股浓郁的味道给掩盖,可用洋葱, 或将片取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